欢迎回到我们温高华冬天玩什么 我是Auntie Jen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Grouse Mountain如何重复 希望大家可以避开这些陷阱 玩得尽兴 好了 马上去片 三直环宇自信 一条队长到 多少个Block骸过来呢? 三、四个街口 三、四个街口 刚刚我们问了工作人员 他说今天是整个2019年到现在 是最忙的一天 今天是瘋了 我们真的选了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说我们上去要一个多钟 下来是要两个钟 希望不用 心里头 觉得也算了 要等 因为这东西很不高兴 如果上不去 是吗? 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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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老公和儿子都已经没有耐性 但我们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 排了九个字 终于来到纜车站了 不过有件事真的要提醒大家 他们确认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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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无论如何 实在太漂亮了 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来Growse Mountain的原因 上到来三点多 看到这个日落都算值得了 欢迎来到Growse Mountain 上到来 我们第一时间 就去了Santa Workshop 打算和圣诞老人拍照 谁知道工作人员说 上午11点 已经拍了全天的照片 真是OMG 官网和现场根本没有提示 不单我们 很多大人和小孩都很失望 你看我的儿子 灰到女孩在地下玩雪 所以想和圣诞老人拍照 就要早点来啦 哇 这个拖拉车很帅 原来只是接送 要上儿童滑雪班的朋友 咦 小玲蝶去哪里呢 这段时间每天12点和3点 都会有人讲解圣诞录 哇 很烂啊 他们两个 动得不动 为什么一只有角 一只又没有角 被这个人握住了 当你转发着玲蝶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事件会发生 哦 原来是这样 又挺滑 哇 上到山顶 除了景色 最吸引我就是这个 Camp Fire 又要再暖一下 辛苦了 英仔 进到这个Pick Chalet 真的好像进到暖炉 这里有餐厅 咖啡 也有很多座位 可以让大家休息一下 其实We Canny 就预了多人 不过真的没有想过 多人多到这里 这样 不是想吓大家 不过我们晚上的餐 是排了一个半小时才有食 幸好有个超级美景 什么朋友都没有了 连小朋友都看到眼睛定定 啊 What are you lining up for Hot chocolate Hot chocolate Hot chocolate 除了看到温哥华 English Bay 和Berat Inlet 之外 还看到 你看看 好美的云海啊 What do you feel 温哥华 这个feel真的很棒 很棒的 nice Hi Hadrian you like your cake yeah 真可憐 等到天黑才有得吃 看得出Hadrian很想流冰 这个so-called有8000尺的ice skating pond 是the peak of christmas的一大卖点 我们800排了40分钟 最后都是放弃了 虽然他们有限制人数 但是他们没有限制人玩的时间 这个安排又是有些 唉 真的不懂得说 Let's go to the sliding zone the light rock 之前我们去过Simo Mountain 都玩过类似这样的slide 所以今次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十十岁啦 轮到我们啦 啊 哎呀 成功到步 Mommy I slide down 不要紧的老公 哪里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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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哇 这个衣服那么帅 其他地方看灯饰 就看得多了 在雪山看灯饰 我们也是第一次 哇 好magical 别人 你自己在做梦饰 我现在在做梦饰 你自己在做梦饰 我自己在做梦饰 实在太长,唯有迫在这里吃饭 真的有价格不得 总结来说,我自己觉得 The Peak of Christmas 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 好像你自身在北极,和圣诞路人近距接触 但因为这次Grouse Mountain 实在安排得太混乱 所以真的有点素兴 希望大家看完我们这条片,会计算得好些 千万不要像我们那样失策